创意理财尽在运通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趋势新指标 我是黄梓东 今天是3月21号礼拜一号 那在讲磐士之前 我们先来讲昨天发生的一个意外事件 不知道有没有正在看电视节目的投资朋友 你是住在台北住在北区的 来麻烦举个手 因为我不知道你昨天晚上 你家里有没有停电 昨天有一个突发事件 士林北投区多处的街道线路一片漆黑 什么原因 我们目前为止还没有缺电 现在天气没有这么热 出来帮他们澄清一下 高压电线的线路跳脱 哇这个地方有点落差 因为我说其实以我们台湾 当然我们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我们是要发展成智慧电网 智慧电网代表什么意思 以前的电很简单单向的 就是发电厂的电传到我们家家户户 但是我有跟投资人讲过 我说现在全世界拼的叫做智慧电网 这个概念就不一样了 以后我们的家庭 有可能我们的屋顶会加装屋顶型 太阳能面板 如果现在发电厂的电不够 我们单行户的家的电是够的话 怎么样 我们甚至还可以把电 回传给电厂 卖给电厂 这叫智慧电网 昨天就落差了 对不对 中间这个部分 高压线路跳脱 然后刚好让我们发了一笔 也不能说意外之彩 其实也在我们的规划之中 来 不知道投资朋友 你今天有没有遇到你台股的乐视 为什么 来我们先来看一下大盘 今天我们的加权指数是上涨93点 涨加速跟跌加速 是还蛮悬俗的 涨加速多很多 涨899加 跌278加 重点是你看 今天上市的涨停11加 上柜的涨停16加 加起来27加 跌停的呢 一加都没有 所以你还要去做空吗 那别人怎么操作 我们不谈 来讲回我们自己的绩效 1529的乐视绿能 可能一些比较老的古名 可能会称它为乐视 因为它去年改过名嘛 改名叫乐视绿能 那它要往哪个产业发展 基本上就非常非常的明白 非常非常的清楚 1529的乐视绿能 来稍微讲一下 我们今天不放重播 重播我们昨天放过了 我们昨天放的叫重播 那我们当时是什么时候讲的 就这一段1529的乐视绿能 3月17号上个礼拜五 3月17号上个礼拜五 我在跟你讲乐视绿能的时候 我怎么讲的 你有兴趣可以自己去看那天的节目 来我们来讲一下 3月17号发生什么事情 3月17号上个礼拜 大部分的投资人 基本上都很关注瑞幸的事件 那十之八九应该是偏空思考 3月16号一根黑K 你可能会说 这个地方可能刚好就是你卖的 或者是你的股票 现行长这个样子 你就顺势把它卖掉 我们是类推 如果今天你的股票 也涨乐视绿能这个样子 你以后就知道了 那上个礼拜五 当时3月17号 我们讲乐视绿能的原因 在这个地方 我说如果今天你是因为恐惧 你是用感性的模式来操作 比如说我听了好多人 在跟我讲总体经济 跟我说未来看空 好你就把你手上的股票卖掉 然后后面三个交易日 你是不是在开始抱怨 为什么股票我一卖 它就涨 那就是你的操作的步调 有点问题 因为我有讲 我第一个 如果你今天是跟着我的步调 你买的是乐视绿能 这档股票 请问它跟瑞士信贷的联动 高不高 不高嘛 绿能基本上是一个 多方成长的产业 往多方做 没有什么偏空的这个地方 没有偏空的空间 来这个地方你卖掉了 那我有跟你讲 上个礼拜五 如果你以这两根 这两根K线来看 它叫做什么 叫做怀胞线 它把这一根前面的黑K 全部吃掉了 那这就是一个讯号 告诉你 你卖错了 即使三月十七号 你的价格稍微差了那么一点点 因为你会买在三月 你买回来会在三月十七号 都好 千万不要偏空操作 那天我的节目是这样子讲的 1529的乐视绿能 当然你看到这张线图 其实更早 所以我说它不是意外之财 因为一刚开始 当初我们在跟你研究 绿能族群的时候 1529的乐视绿能 我们就公开 12月27号买 但是我们公开是1月4号 这张线图是1月4号 因为我有跟投资人讲 以前你会把它归类为电机股 但是现在后面 因为它切入台电的供应链 后面会增加配电盘 甚至我说 你要看现在目前为止的电价 这些企业 这些上市上规的公司 都有他们一套的获利模式 等一下我会讲 总而言之 它变成台电的供应链 增加配电盘的营收占比 我们就规划一个波段 不是短线 不是说来到前波的高点 我区间操作 那就不对了 这档股票你要以波段四支 后来有没有如我们的规划 上个礼拜 我有跟投资人讲 我们往最高等级去挑战 绿能很多 别人都会跟你东讲一堆 西讲一堆 可能他社群平台 跟你分享了十档 节目上再跟你分享十档 然后今天莫名拿出一档 说你看20档里面有一档涨 有意义吗 你不可能20档都买 我们往最高层级挑战 上个礼拜五我们讲到绿能 从头到尾我只有跟你讲这一档 因为他研究起来其实最有趣的 因为为什么上个礼拜是一根黑K 礼拜五一根红K 大部分的投资人看不出来 甚至会看总体经济说目前为止盘势就偏空 他没有知道机会才其实在这个地方 没有看见 但是我们也是下了很多苦工 做了很多功课 才在节目上跟你分享 就跟你分享这么一档 今天礼拜二嘛 3月21号 3月20号一根涨停 3月21号再一根涨停 有没有比他更飙的股票 没有了嘛 我们是市场的第一名 来 1529的乐视率呢 当初我们跟你追踪是从去年 2022年12月27号 当时的价格还在21块钱 现在有没有这个价格 没有了 现在已经快要30块钱了 已经快要涨5成了 没有这个价格了 那你说老师为什么你 甚至在这个地方说他有点意外之财 因为昨天跳电嘛 大家就会开始想 那是不是一些变电站 目前为止我们要多设几台 所以呢 来 第一个你说乐视绿能涨 是不是也跟这个有点关系 也有一点关系 来 乐视绿能它的停滞式变压器 什么叫停滞式变压器 下面我顺便放一个图 涨这个样子 应该就算是你是股市新手 应该我们一般市井小民 看过我们的大街小巷 都有这个东西 这个就叫做停滞式变压器 谁做 台电做 台电基本上现在 因为接下来 这些变压器会慢慢的增加 台电做不过来就要发包给底下的一些其他的公司 发包给谁 1529的乐视绿能 他就是接到这个单 什么时候开始接到这个单 来导播 麻烦稍微放大一点 1529乐视绿能 其实你稍微做一点功课 你就知道 乐视绿能接到台电的停滞式变压器的订单 你应该早就知道了 只是这个新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3月21号才出来 刚好跟这个新闻相呼应 所以今天再一个人掌停板 就算是今天士林北投没有停电 今天乐视绿能这家公司 他本来就应该 今天 今天股价本来就应该再一根掌停板 来做一个反应 前面反而是被压抑了 那这个地方我们额外讲一件事情好了 那当然我们的会员今天是很兴奋 就是说老师我要续约我要续约 甚至还有一些回头课 这个地方我们明讲 老师的私人恩怨 前一段期间确实有一些会员 赚钱说老师 你的操作绩效还不错 可是他自己担心 说可是我担心 磐室后面怎么样 因为上个礼拜 瑞幸的事件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礼拜全部回来 跑过来找我 说老师别人跟你讲说 磐室怎么样插做空 结果做空做一个礼拜 全部被嘎了 来 如果你现在 你现在是有跟老师的 来来来 我们跟你挑战 你跟哪一个做空的老师 现在是有绩效的 你拿对账单给我看 来 我免费送你会期 没有嘛 全部被嘎一个礼拜 对不对 是不是 我是不是跟你讲 这段期间 融卷率最高的几当股票 前两名其中一档 8996的高利 做空有赚钱吗 全部被嘎 除了高利 4967的实权 也是做空比率最高的股票 请问有赚钱吗 被嘎啦 不用多讲 因为近来我社群的所有做空的人 没有人在这一波赚到钱 瑞士信贷事件 没有人在这个地方说我做空赚到什么大波段 通通没有 相反的 这个地方是额外化 我们回过头来讲 会员很兴奋 说老师我续约了 那能不能给我一点折扣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额外讲 这个基本上我们就是快散方案 就一天 因为今天我们的乐视绿能涨停 我们的短期游会 不能称短期游会 就今天一天的快散方案 这个地方我们额外讲一下 因为我们的节目不喜欢 花这么多时间打广告 除了乐视绿能 来其实还有一档 刚刚我们讲 我说这些上市贵公司 基本上它算是老牌的公司 它怎么赚钱 第一个 投资人很清楚 目前为止台电 目前为止现在是要新增 多个便电所 所以不管是北中南 这都是我们台湾的商机 你要好好把握 重点是 因为上个礼拜 经历了一个瑞幸事件 很多人都会认为说 目前为止我们全球 包含台湾 目前为止我们的股市 遭遇的危机 应该是金融股 岌岌可危 其实我说不是 来第一个 如果以瑞士信贷来看 请问这个事件结束了没有 还没有 我认为它确实是有风险存在 但是就是因为有风险 所以这几天 你看遍全市长 是不是只有我们花 这么多的心力 在跟你拨乱反正 我跟你讲 那我们台湾的银行业 有没有问题 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我们台湾的银行 我们的资本市逐率非常高 因为按照凡尔赛条约 它是讲说要有8%的资本市逐率 简单讲你有8块钱 银行会用杠杆 最多让你做100块钱的生意 这是一个全世界的共识 那我们台湾呢 我们台湾基本上 我们的资本市逐率是翻一倍 所以你会看到 我说今年的金融股 可能会因为这一次的锐银事件 也许它发的股息 不会那么高 不是赚的不够多 是发给你的股息 不会这么高 因为它会留一部分的现金 拉高再拉高资本市逐率 我们的资本市逐率 是人家其他国家的一倍 所以目前为止 我们现在的状况 我们不是金融业出现什么问题 我们的资金是很足够的 我们的问题 我们台湾的电子业 问题在哪里 所以如果这些上市柜的公司 现在在烦恼 不是烦恼借不到钱 这些银行现在很希望 这些公司借钱 这两年来我们的电子业 我们的困境 其实是在这个地方 两年前 联合国气候变迁大会 COP26 去年开的是COP27 今年第28是还没开 两年前就说我们的 这些工厂天然气的发电 排出的甲烷 是不符合COP26的规范 怎么办 这才是上市柜公司 我们最担心的部分 所以为什么这几年 你看到我们的国家政府也好 民间企业也好 买电的买电 政府当然就是更高规格的去发展绿能 昨天的这个事件基本上算是突发事件 所以目前我们的上市柜电子厂 我们现在应该要烦恼 讲到我们的测标 究竟我们的电力会占我们的成本多少 因为以后一定是势必降力火力发电的部分 那一定会再增加成本 所以这是我们电子厂的最高困境 1529的乐视率能就是出来解决这件事情的 除了1529的乐视率能 其实还有一档股票 那今天我们也不盖牌 来我们直接开诚布公的介绍 前段期间我们有操作了 前段期间是去年 后面线路整理 我们也不浪费资金 不浪费这个效率 但是我说它后面还有一波 这一档股票叫做6806的升威能源 也是台电的供应链 那目前为止 现在你如果看一下 现在是台电二期的离岸风电 这个部分会造成未来两年 因为真的营收全部 全部贡献完会在2025年 会造成营收未来两年三级跳 后面还有一波 那我有讲 我说这些老牌公司基本上它怎么生存 其实你可以从财报看出一些端倪 因为来 如果你看到1529的乐视率能 你说老师 今天它为什么是这种走法 其实也跟他们的财报的 任列方式有点关系 一下子营收突然增加两倍 一倍 那我说其实也不用被这件事情蒙蔽 它会造成股价紧喷式的上涨 但是如果你以中长线来看 那就是一个20%的上涨 也不算特别多 那当初我有说6806的升威能源 去年操作的这个部分你会认为在讲股 我们就不谈 我说人家很聪明 第一个 在以前 以前如果电价比较贵的时候 他就把受电 来这个图可能看得比较不清楚 导播这个地方麻烦放大一点 占17.4% 这什么部分 也就是说以前如果电价比较贵的时候 他就把受电的业务比重拉高 但是2021年 什么东西都先动涨 为了选举 他就把受电业务的这个部分 营收占比给减少了 取而代之的是什么 取而代之的是工程业务 发电的工程业务占比85.1% 所以他会去做一个这样的配置 那顺便讲一下 这些工程就好像乐视绿能一样 基本上 为什么会呈现这样的井喷式 原因很简单 因为他采用的是 部分完工认列法 第一个如果要是全部完工 我在认列 那他可能要先二三年 三年你财报都看不到好看的数字 这也不行 部分完工认列 那基本上就是可能我的工程很大 我先完成一期 我先认列一部分 那这个认列的部分 基本上就会造成某几个月 他的营收是呈现井喷式成长 井喷式成长 基本上我认为了 其实我们台湾的股民 反而最喜欢这种股票 为什么 因为他的涨法是这样子 三个月不开张 一开张你就吃三个月 你只要做一件事情 要买这种股票 第一个他也只是一个财报朝三暮四的概念 但是做股票的人其实反而最喜欢 因为他就会让股价的K棒是瞬间反映他的财报 你要做的事情其实只有一件事情 很简单什么事情 就是你要能够在上个礼拜三月十七号的时候 买进这一档股票 是不是 我说的话是不是很正确 三月十七号你买进这一档股票 市场上谁做到 你如果找片市场 看片市场的节目 一定都是今天出来开始跟你分析 我告诉你为什么热市绿能会涨 找片全市场 只有我在上个礼拜五三月十七号的时候跟你讲 如果你是上个礼拜是不小心把它卖掉了 你可能卖错了 好那目前为止我们政府现在要发展的产业 第一个产业叫做电力 我相信我们台湾任何 就算是你没有做股票 你也知道这是我们台湾要发展的产业 所以这是其一 因为我们节目的测标写了两个产业 一个叫电力 一个叫自然 电力我们讲完了 今天你看到热市绿能 你看到前段期间的升微能源 知道我们怎么操作了 来中间第一个先让投资人消化一下 如果你是想跟着我们的脚步 如果你没有办法在上个礼拜找到热市绿能 刚好我们的快散方案 就今天而已 中间广告休息时间你好好把握 我们先进广告 运达投顾 成立于民国八十四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投顾公司之一 投顾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更不沉默 专业 智慧 经验 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 最严格的标准 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 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投顾 真心照顾 02 2781 0909 gosto 0781 0909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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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1 0909 平大头目 真心照顾 爸爸 为什么到路口要停车啊 因为我们是知道啊 我懂了 对方是干道 不管执行或转弯都拥有优先通行权 没错 只要设有停让标志 标线或闪光红灯的就是知道 应让干道车先行 要是没有那些标志标线或者号制呢 那就进入路口时 少限车道让多限车道先行 车道数相同 转弯车让执行车先行 两边都执行 左方车让右方车就对了 好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那刚刚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讲了电力 另外节目下半段我们就来讲政府要发展的产业 这个我想大家都看得出来 叫做资安 因为现在我们台湾的上市柜公司 甚至一些电子厂 其实要烦恼的不是银行 银行出现什么问题都没有 你现在就算创业去跟银行借贷的成本都还是非常的低廉 因为我讲我说我目前为止我们的银行业资本市足率是很够的 你现在创业去借贷 那个利息其实是很低的 我们的问题在哪里 第一个电力 第二个资安 像我相信投资人应该还记得了 两个礼拜之前 传说伺服器遭害的是哪一间上市公司 是鸿基 鸿基之前像华航I-Rent 好像发现传产电子各行各业 基本上都有资安的问题 我们的主管机关看到了怎么样 重罚 这是不是我们台湾政府现在目前为止要发展的产业 今天我们讲到鸿基的伺服器遭害 那请问鸿基的集团里面负责资安的是哪一家公司 你应该要马上反映 是6690的安基资讯这家公司 你去做空吗 当然了安基资讯这家公司是没得空 但是如果这段期间 你是被瑞士信贷的事件给影响了 然后听别人分析总体经济 别人都是花拳锈腿 因为他做多 不做功课 找不到标的 就只好可能是看衰 就一直跟你讲盘氏很差 盘氏很差 跟你讲各式各样的总体经济 请问有没有拿任何一档绩效 没有 我们都是跟你硬碰硬 就是拿绩效跟你验证说 为什么我们看多 6690的安基资讯 难道这种标的你还去放空吗 安基资讯这档股票 我相信只是我们在节目上不多谈 为什么 因为说实在话它的量不够大 但是 你看到宏基资讯的伺服器遭害 你能不能够累推到这档股票 其实是可以的 所以有很多的多方标的 等着投资人去买 去赚价差 就看你要不要把握 那当初我们在节目上跟你讲的 我说如果要讲到 来 如果要讲到资安市场 我们先往美国市场看 我跟你讲的指标股 叫做3558的神准 3558的神准 如果你是我长期的观众 长期的粉丝 我们从去年就开始跟你谈了 当时的价格 像今年的年初1月9号的时候 还在200块 当时我们操作一定有一些人会说 老师它的最低点在157 涨到200 好像也涨了20% 好像好多了 但是你怎么知道人家不会继续涨 所以我们买嘛 来3558 现在你看到还有200块的价格吗 没有了嘛 到今天 今天虽然收黑目前为止 还收327块钱 来 是不是我们一路跟你追踪 3558的神准 为什么 因为资安 不只是台湾 也是美国 现在要去力拼的产业 200块后来涨到291 那一天出了一个利空的消息 跌停板嘛 2月22号 汇率因素 只有我在节目上面讲 我说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买点 至少可以再赚一个波段 就像我刚刚讲的 涨过一波 但是你怎么知道它做头 不要随便的去放空 因为后来2月22号291块 再涨到361 我们再赚70块钱 再获利24% 前面我刚刚讲的逻辑嘛 来 3558的神准 政府有没有补助 是不是政府要去发展的产业 全世界现在都在瞄准低轨卫星 经济部有没有补助 第一波的受惠是谁 open run 交换器 小型基地台 甚至是资安 那资安股 今天时间应该不够了 我们节目时间不太够 没办法一档一档的带你看 现在 现在如果你现在是空手 或者是你做错边的 现在你是有一个机会 就是跟着我们的脚步 那你持股当然不会很长 来我们就转这一段 我们的功力就是从这个地方发现 然后带你转这一段 神准也是都是从发动点 转一波 我们也会顺势做了结 就好像我们现在推的方案一样 也是快闪 当然我们的快闪 节目时间不太够 最后我们讲一下这个 你要好好把握 因为我们的优惠 就只有今天一天 节目时间就到这个地方 投资人操作顺利 我们下期见 喝酒开车哦 我光是绿彩 我看起来很笨吗 明明就是啤酒 还有啤酒味 吹 是啤酒还是绿茶 请你来鉴定 逼儿绿茶 运达投顾 成立于民国八十四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运作的 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 投顾公司之一 投顾业是一门两性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 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成更不沉默 专业 智慧 经验